他的问题就是 我这个孩子买了保险过后 因为我负担不起 我三个月没有买就断了 断了的那个时候 因为肺炎进医院 进了医院过后呢 他又借回去了 借回去了他的问题是 我可以再claim为 万保之间孩子的肺炎的医药费 我的答案是给你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你断保之间 如果你进医院 医药费是肯定不可以赔的 为什么呢 那个保险都没有生下吗 保险公司怎样赔你呢 你怎样炒都是没有用的 保险公司还是不赔你的 但是不赔你之外呢 这个是最中立的讲法 这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就是 你现在没有交租金 你搬出来了 你有钱了就交租金 你跟他老板讲 你可以赔回我 那些三个礼拜 我没有钱交租金 现在给了我三个礼拜住 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说法是怎样 讲不过去 所以老实讲 保险公司是谁 我们也不要讲 我觉得保险公司 做那些点都没有错的 好 端保的时候呢 是不可以的 他都是不会理赔的 但是你借回去了之后 我觉得是很 很好的东西是什么 他借回去了过后 他不需要那个孩子 肺炎的东西 他竟然是没有exclude 就是想继续 给他收保 我觉得是个ok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